诶 师傅 你看文采一个人在这看你多开心啊 什么唱给鬼听 你骗鬼啊 连了鬼影我没有 没开眼看过 原来这场看似冷清的戏竟是专门给鬼魂们唱的 相传每年7月15这天 阳爷会命人打开地府之门 让鬼魂来到人家享用贡品 因此一大早九叔便着急茫黄的晕头转向 如今他不仅是茅山道士 还收了地府抛来的橄榄枝 成了专门负责印明币的银行大班 大徒弟秋生双手并用 正在印刷所需的地府明币 看着从来没有见过的巨大金额 秋生忍不住感慨道 看来不管是人还是鬼 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了 所有的明币印刷完之后 九叔还要写一份诚信书 保证绝不弄虚作假 之后签字恩手印 秋生也在这个时候得知了师父的本名 九叔威胁完秋生后 就让他把诚信书 以及用来打点的明币全都烧给地府 直到这时候九叔才发现 一晚上都没看见艾尔图的文才 秋生回答 文才就看戏去了 九叔听完有些无语 因为中元节晚上的戏是给鬼听的 果然另一边的戏院台下只有文才一个人 不知其中缘由的 他还在感叹自己运气不错 九叔带着秋生匆匆赶到 才发现文才正开心的连连鼓掌 这让秋生开始怀疑 师父是在边下话骗自己 因为他一个鬼影都没看到 九叔解释是因为没开眼 于是拿出两片柚子叶 贴在秋生的眼睛上方 在看相戏台下时 文才的身边找已站满白鬼 四名鬼差守在后方 防止个别鬼魂心术不正 没有饿死的鬼 文才满满的洋气 很快吸引了女鬼的注意 女鬼咽了咽口水准备动手 突然被从天而降的另一名 紫衣女鬼打断 见对方长得比自己漂亮 女鬼即使再不舍也只能默默离开 紫衣女鬼对着文才吹了口气 让他开了眼 可就算是这样 文才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劲 反而和女鬼闹起了家常 你第一次来啊 唱得不错 孩子那演员都懵了 九叔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因为一旦戏唱完之后 鬼差就会把鬼魂压回地府 到时候文才的魂被勾走 他也没招了 九叔拿出红绳 系在秋生的手腕上 让他进去把文才带出来 并且嘱咐道 人不犯鬼鬼不犯人 你一定要假装听不到看不到 你抓住文才 我就会扯红绳把你们给引出来 记住红绳可千万不能断 断或怎么样 你就回老家了 对不起站着 看不到听不到 好在这年头怪事很多 鬼魂也没把秋生的礼貌当回事 好不容易找到文才 秋生本想继续装看不见 不料女鬼一个眼神 把她迷得离得到歪斜 哇 小姐 你好漂亮啊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小姓刘 叫秋生 秋生在美色的诱惑下 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任务 不管九叔怎么扯红绳 都不给予回应 反而一把扯到了红绳 女鬼说她叫小丽 是为了躲避逼婚才逃到这里 听到这番遭遇 秋生和文才 生出英雄救美之心 他们将四位鬼差 当成了前来抓捕的人 趁对方不注意时 将符纸贴在鬼差头上 台下的鬼魂看到这一幕 立刻开始四散而逃 见两个徒弟闯了祸 九叔急忙站起来救场 但现场十分混乱 尽管她有一身的本事也无处施展 此时的秋生和文才 还不知道自己酿了大错 趁乱的时候跟着小丽跑了出来 终于重获自由后 小丽向二人解释了缘由 见她是鬼不是人 文才开始有些后怕 但秋生却已经情根深重 在离开之前 小丽教给他们一句咒语 表示只要念出咒语 自己马上就会出现 说完小丽消失 秋生带着文才不舍得离开 可他们刚打开门 却发现鬼差正在屋里 为今天的事情要一个说法 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九叔只能先压抑怒火 先把鬼差打发了再说 于是他吃些泥丸 切换语言交流了起来 双方交涉了好一会儿 最终九叔答应赔钱 以及抓回所有的鬼魂为条件 这才向鬼差打发走 但逃走的鬼魂不是一两只啊 九叔决定找人帮忙 他在院子里摆下法坛 向自己的师兄弟们发去求助信息 好在九叔平常人缘挺好 大家也愿意帮忙 不过最终决定权落在了大师兄的手里 作为毛山派的大弟子 大师兄的实力不容巧须 和他的名字一样 大师兄的性格也十分刚硬 说好听点就是直不冷灯的 但实际上却很立绝情 他对九叔以前看不惯 当即就用这件事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知道大师兄想刁难自己 九叔只能默默承受 毕竟埋他的几句把鬼抓回来 也算不错的买卖了 经过众人商议后决定 启用先天八卦锐收尾 以至于引鬼的诱饵 当然就是秋生文才莫属 毕竟二人做事二人当 但那俩人显然没有意识到错误 很快色令制魂的他们 不小心将计划全盘托出 等到了街上没人之后 秋生和文才在街上卖豆腐 因为豆腐属于 鬼魂最喜欢豆腐 第一位顾客很快出现了 是之前迷惑二人的女鬼小丽 见他们卖的是豆腐 小丽就想尝尝 不料却遭到了阻止 秋生对小丽一见钟情 当即把秘密说了出来 我老师告诉你吧 这豆腐是黄豆做的 不过这里面又加了一点红豆 所以说豆中有豆 鬼吃了以后就会浑身发抖 容易抓了 秋生还在侃侃而谈 殊不知鬼魂已经出现在背后 将计划听了个一清二楚 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无法转世轮回 如今好不容易逃出来 自然不愿回到地府 于是当即就对秋生和文才展开了追杀 二人也决定将计就计 将鬼魂引到阵法所在地 众位道长开始动手 用法器将其一一收服 但大师兄却动了杀心 他使用闪电雷奔拳 将鬼魂打了个魂飞破散 九叔上前劝阻 如果因为闪电奔雷拳打中的话 这些鬼魂将永不超生 可不说还好 一说大师兄更急眼了 他认为斩草就得除根 并指责九叔过于同情心泛滥 其他道长都知道大师兄的脾气 知道劝阻没用 只能加快手上的动作 只能想着就几个算计 这时小丽也跟了过来 不料被大师兄看到 成为了下一个目标 闪电劈过去的瞬间 被九叔施法拦下 大师兄健壮 将怒火撒到别的鬼魂身上 这下俩儿的关系更僵了 忙活了整整一夜 所有的鬼魂都被抓获 然后送回地府 当然小丽除外 等到天亮之后 九叔开始兑现第二个条件 他将所有的名币搬到院子里 给四个鬼柴烧了下去 只有这样 他们才不会追究秋生和文才 将鬼魂放跑的事 但经此一事 九叔的积蓄赔给李岛外邪 为了撒人以后不喝西北风 他接了一桩替人看风水的活 钱老爷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户 正是所谓越有钱的人 越信阴阳风水 钱老板最近开了家餐厅 该做的宣传一样没少 但生意就是不行事 这才寻思找九叔帮忙忙 一番客套之后 钱老板开始询问价格 秋生本想着狠狠载对方一笔 不料他刚刚说完话 大师兄就走了过来 他也是来看风水的 但开价只要十个大洋 双方的价格全数五十倍 钱老板有钱 但是不傻 当即选了大师兄 这时九叔突然发现 大师兄的徒弟 石少坚趁人不注意 偷偷扯下前老板 女儿玛丽的一根头发 同样的招数 之前秋生对队长阿卫用过 于是九叔提醒大师兄 只需偷取美女的十根头发 就能将对方 练成听话的傀儡 九叔一眼就看出 大师兄徒弟的心思 没想到大师兄嘴上说这没事 转过身就叮嘱徒弟要小心 看来这样的事 石少坚做了不止一次 而大师兄都是知道的 九叔害怕石少坚有所涂毛 于是让秋生和文才偷偷盯着他 果然夜深人静的时候 石少坚来到一处荒山野岭 秋生文才躲在暗处 只见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符纸 将扯下的头发包在其后 开始施法 与此同时 前辅的美女玛丽毫无征兆地约了过去 石少坚用灵魂已离开肉体 来到玛丽的闺房 看来他打算做个彩花大盗 回去找师傅已经来不及了 秋生和文才索性念动咒语 将小丽给叫了过来 三人商量一番之后 决定给小石个教训 文才将躯体搬走藏了起来 秋生则和小丽一组 前往前府拯救玛丽 可就在他们走后 文才就遇到了野狗 一人难递三狗的文才拔腿就跑 石少坚的躯体也因此被咬得面目全非 而另一边的前府 小丽委扬成玛丽 将灵魂出笑的石少坚 好好教训了一番 自知自己不是对手 小石只能落荒而逃 可他回到施法地时 发现自己身体没了 九叔正坐在家里打坐 突然觉得心神不宁 他掐指一算 秋生和文才跑了回来 经过上一次事情之后 俩人也知道了大师兄的性情 于是赶忙将事情告诉了师父 这件事非同小可 九叔立马让俩人去找回躯体 自己个家里招回人 石少坚的赞魂七处 快回来 回到老地上 借头借尾一股魂 床上床下一股魂 方前方后一 等到念完咒语之后 小石的三魂七魄 果真回来了 为了能给大师兄一个交代 九叔先将魂魄收了起来 另一边的秋生和文才 再次找到小丽帮忙 利用鬼魂之间的心灵感应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 小石残缺不全的躯体 为了能将过错捡到最小 二人找了个面具 给石少坚戴上 见到最爱的徒弟 如今变成这个德行 大师兄的心理 燃起了熊熊怒火 但又因为九叔等人 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石少坚图谋物鬼 他也只能把面子工程做好 我这个徒弟是最有应得 现在区校找回来了 闻也招回来了 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嘿呀 师伯真是神明大义啊 见大师兄没有追究责任 秋生也是见破就下 甚至一口答应了 帮忙寻找棺材菌的要求 速度之快到连九叔 都来不及阻止 话已经说出口 如果反悔 就不礼貌了 没办法 九叔只能带俩人来到江石林 打算从江石王的口中 拿到怨气所化的棺材菌 但这个东西是一团气体 所以只能用嘴吸出来 谁也不想和江石王嘴对嘴 但事情是秋生和文才干的 俩人就算再不情愿 也只能硬头皮上 好在今晚没有月亮 江石们都安静地躺在棺材里 可就在秋生和文才 找到冒着绿光的江石王棺材时 原本被乌云遮挡的月亮 突然显现出来 棺材里的江石全都跳了出来 原来是大师兄在家中正在施法 找到棺材菌只是谎 他最主要的目的 打算借僵尸之手 杀死九苏三人 来替自己的老徒弟报仇 此地的僵尸生前夺着土匪 生性残暴且嗜血 此刻都跪在地上 对着天上的月亮跪拜 九叔法院过来后 立马施法遮挡住了月光 并有一轮纸月亮 拖住了僵尸大军 文才一个不注意 就被秋生摁着头 吸走了僵尸王口中的棺材菌 但棺材菌是吉音之物 文才还在嘴里 感觉自己吃了一口冰 实在坚持不住后 他就将棺材菌度给了秋生 两个人你给我啊我给你 还没等走出僵尸里 意外就发生了 为了将九叔等人置于死地 他故意隔空施法 将正在熟睡的僵尸王给唤醒 场面瞬间乱了起来 由于要采摘的棺材菌是吉音之物 导致众人不得不互相传递 最后文才实在受不了了 将棺材菌度给了九叔 九叔虽武艺高超 但也无法克服阴冷情况下 对付难缠的僵尸群 就在这时 他看见了秋生 就在九叔冲过去的瞬间 秋生被僵尸扑到一旁 九叔还没来得及反应 和小丽来了个亲密接触 直到意识到触感不对 九叔这才知道 度错了人 但小丽是鬼不是人 棺材菌对他没有伤害 相比于九叔的手足误措 小丽显得十分淡定 甚至还有点小激动 两个人间的尴尬又羞涩的氛围 被扑过来的僵尸王打断 迎接着多年的对战经验 九叔很快就解决了僵尸 随着僵尸王被炸上碎片 大师兄的阵法也随之被破 等到危机解除时 小丽一脸娇羞地走了过来 对九叔的称呼也变成了林公子 回想刚刚的一吻 九叔显得有些不自然 只能赶忙转移话题 于是在众人羡慕及不解的目光中 小丽深情地吻上了九叔 一吻结束之后 师徒三人带着棺材菌找到大师兄 刚刚施法没有解决到三人 大师兄恨得牙痒痒 但不能表现出来 只能目送三人离开 走到半路时 小丽跟了上来 开始向秋生和文才打听九叔的情况 不管九叔怎么驱赶 小丽都要跟着他回家 别人觉得严肃不苟延的一面 却对小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可能这就是中年大叔的魅力吧 他不顾九叔的宣祖走进院子 下一秒就被收到坛子里 可就算这样 小丽也爱得死去活来 被封在坛子里 也阻止不了他唱情歌 用来表明自己的心意 我愿意 彻底是蒙了 入行十几年 从来没怕过什么妖魔鬼怪 但对小丽死活下不去手 只能拿钱打发对方 不料小丽不要钱就要赢 就在九叔被纠缠的时候 大师兄开始了复仇计划 作为茅山大弟子的他 不惜施展邪术 要救活徒弟 抓了四个女人 他们都是一年一月 殷时出生的 指少监只要吸了他们的血 再加上棺材菌的作用 就能彻底恢复 无缘无故死了的人 还是被吸光了全身的血液 很快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九叔在检查尸体时候 发现了街上溜弯的石少监 秋生想起他被咬烂的尸体 当即觉得不对劲 为了试探石少监 是人是鬼 九叔拿出了一根小银棒 让秋生去戳石少监的羊血 银棒子直接插入石少监的身体 他一点反应没有 看着发黑的银棒 九叔推测 他既不是人也不是鬼 而是靠着吸血维持人形的尸腰 在联想发现的尸体 九叔心里有了推测 秋生和文才本想报警 但发黑的银棍 并不能作为证据 根据尸体脸上写的咒语 警察第一个怀疑到了九叔 虽然人不是自己傻的 但被怀疑总是感觉不好 九叔只能赶快离开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也为了无辜的人不再受牵连 九叔打算熬制百宝汤 先把石少监摆平再说 说的是一百种宝贝 一个比一个奇怪 狗屎头发指甲通通往里放 等到锅里的颜色乌其麻痕 百宝汤也就熬好了 秋生和文才 跟踪了好几天 终于在一个夜晚找到了机会 百宝汤刚泼上去 石少监现出了原形 恼羞成怒的 他立即就对二人展开追杀 好在九叔及时赶到 用八卦镜逼退了石少监 知道一打三不是对手 石少监跑回家 原来他和大师兄不只是师徒 更是父子 就在这时 九叔带人赶到 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 大师兄选择了大义灭亲 爹 好疼 九叔就在这时候才知道自己喊了十几年的大师兄居然有个儿子 大师兄嘴上没有责怪三人 可等他们离开后 心里越想越气 自己再次施展邪术 将石少监变成僵尸 为了自己的计划万无一失 大师兄又召唤出丧尸帮忙 九叔也没有放松警惕 多年相处下来 他知道大师兄是个牙子必报的人 于是回到家后 立刻着手应对 他拿给秋生和文才 一人一只贴了扶纸的大公斤 让俩人有多远走多远 并且表情严肃地说道 不料秋生和文才还没走出小树林 就遇到了已经变成僵尸的石少监 在扶纸的作用下 石少监将两只大公斤 当成了秋生和文才 当即扭断了脖子喝喜 这一剂俩很快被大学生识破 丧尸很快找上门 九叔让二人再坚持一会儿 自己去准备一点东西 可丧尸的数量实在太多 秋生和文才使用了浑身解数 依旧落了个被包围的下场 九叔健壮只能求助鬼差 但对方向来是无力不起早 想要请他们帮忙 只能再次动用超能力 把这些嗓子都中在你 对不起 多少钱 虽然九叔目前没钱 但好在鬼差同一分期 看在支票上的四千万两 四个鬼差开心的有了表情 九叔却说起来国粹了 你说什么 哦你说脏话 拿钱办事是工作态度 鬼差绝不含糊 鬼无几棍子轻松解决了丧尸 就在秋生以为事情已经结束时 十少监突然出现 对付丧尸不行 制服僵尸 九叔可是专业的 但奈何秋生和文才是猪队友 关键时刻总掉链的 陷阱没能抓住他 把他把九叔掉了起来 放了也不是 不放了也不是 眼看着俩人实在没用 小力只好现身帮忙 但好在这样的事没有发生第二次 用巨大的腹部盖住十少监后 九叔请了祖师爷的扶尘 将十少监打个魂飞魄散 一而再的失败 加上失去儿子的悲痛 让大师兄彻底恨上了九叔 一气之下 叛离正道 成为了劈头散发的魔头 他将闪电聚集首席 杀到九叔的面前 见大师兄成了这个德行 九叔心里五味杂陈 闪电奔雷拳的威力巨大 就说九叔也接不下一招 第二招打在小力身上 第三招打碎了祖师爷的雕像 茅山同门的情谊 在这一刻彻底粉碎 九叔不再手下留情 他带领着秋生和温才 捡起地上的八卦 小力则取下墙上剩余的部分 四人齐心协力将八卦形成整体 此时的大师兄也彻底癫狂 他凝聚全神的力量 使出威力巨大的一招 闪电奔雷拳 九叔四人被强大的力量打飞 不料闪电在八卦镜的折射下 调转了方向 集中大师兄 也算自讨苦吃 为了报答小力的付出 秋生建议九叔以身相许 小力立马快速变装 从了身着红嫁衣的新娘子 九叔哪见过这阵仗 当即拔腿就跑 和僵尸先生不一样的是 这部电影被女鬼青睐的 不再是唇红齿白的秋生 而是散发独特魅力的九叔 人鬼疏土 是九叔一直恪守的劲条 仅以经典 怀念逝去的林正英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